全球第二大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在传裁员 官网指出据最新一季财报 公司必须在裁员11000到16000名员工 约占员工总人数的5% 惠普2012年9月曾宣布裁减2.9万人 如今再度大规模裁员 萨尔瓦多最高法院今天是无潜力的批准 向巴拿马要求引渡涉及任内贪污的前总统 佛罗雷斯 但巴拿马官方否认佛罗雷斯仍在巴国 美国五角大厦发言人近日表示 叙利亚已经开始移除国内剩余的卦物材料储备 并指出目前叙利亚还有7.2%的卦物材料 将很快被运出销毁 最近网路上疯传一支影片 影片中两个月大的可爱女娃 向爸爸学说我爱你 经过几次尝试后终于成功 可爱模样爆红 新唐人的电视整理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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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